主席好,麻煩請副部長 請副部長 馬委員好 副部長早 我想今天就我們的預算解凍的部分 因為現在整體國家財政的困窘 其實大家也知道 就明年其實我們的預算的編列 甚至都要自行同30到15% 我想對我們整體的國防預算來說 是很大的衝擊 我想國防部也會極力爭取 不過就我們在預算的執行上面 我們還是有幾項希望可以在現有的 有限的資源 甚至不足的情況之下怎麼樣用到最好 我想還是希望可以提出來做一個討論 第一個就是說 就我們因為未來其實募病制已經開始在進行 我們在整個軍力的運用上面 其實可能在人數上也需要有所精簡 所以相對的我們應該要吸收更多優質的一些年輕人 希望他們可以來參與我們的 就是充實我們的軍力 然後在這裡我要提出來就是我們的全民國防社群媒體的運用 在這裡我想要請教副部長您有沒有個人的網站 或者是臉書之類的 跟委員報告 首先要謝謝委員 因為國防預算來講 確實需要支持 因為我們面臨到未來募兵制的實施 那我們預算也會盡量的尊結 把錢花在刀口上 這個我們會朝這個方向 這個來努力的 另外關於臉書這些 而且我們國防部有統設一個臉書來管制發言人士那邊 像我們有任何的這個對外面的說話 或者是我們到哪裡去的活動 對哪裡的指示 我們也都會進到我們國防部軍事發言人士的臉書 來對外來公佈 所以這些是按照這樣子來運作的 不過我覺得可能還是有不足 因為我上去看了一下 我們也花了兩百萬編列相關的預算 那就剛剛 因為我們是用國防部的發言人的臉書去連結 在整個宣傳上面其實也比較刻板 其實現在我們如果募兵的對象是年輕人 其實現在最好用的媒體的力量 新媒體的力量 其實這第四媒體可以讓更多的人 可以透過我們的國防部的這些訊息 其實他們可以吸收更多 像我看到國防部長的臉書 其實他只有十五個朋友 這個很少欸 老實說那個一般連很普通的人都不只這樣 然後也沒有人跟他對談 然後他的整個網頁除了他的大頭照以外 其實他都是空白 所以我想我們花了預算在這裡做這樣的編列 可是我們的經營可以看得出來是非常非常少 而且甚至可以說不用心 所以我想是不是在這一部分可以再加強 因為我特別要提到就是說 其實現在我們未來的新型武器 很多都是通訊資訊網路等等 其實都會用到這樣的新的可能像這樣的專業的技術 很多年輕人其實他在這一方面非常強 也許透過這樣子的媒介 我們也可以吸收到更多更優質的 而且更適合未來我們培養軍力的這樣的一個人才 是不是在這一部分我們應該要再多琢磨 或者應該怎麼加強這個部分副部長的看法 因為我們現在所成立的網站 然後我們有一個全民國防聯網 這些其實有很多地方都已經在做了 那當然委員說的說希望能夠更普遍更加強 那我們還有人才招募這些 都有完整的這些網絡來讓所有人知道 我剛剛提到就是說他太刻板了 因為你相對的美國的國防部 他們的那個瀏覽的光是一個 就是他隨時都有在增山 他們動不動就有十幾萬人 十六萬多人在看 然後進行討論等等 他們甚至用他們最好的就是C4ISR 就是我們現在的指管通勤的偵查系統 因為聖誕老公公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他們甚至用這個指管系統很先進的系統去搜尋聖誕老公公在哪裡 我說的這個是只是說他跟民間做一個非常有趣的結合 因為其實國防沒有那麼就是沒有那麼格格不入 你要讓很多更優質的人進來 你一定要讓他知道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其實他可以做得更好更有趣然後更吸引人 我想這個是另外一個層面的考量 所以我想這部分可以出來討論 這部分看希望可以盡快在這部分就可以看到他的改善 那另外就是說在我們的救災的部分 救災裝備其實我看我們整體的救災裝備 大概都是當然跟民間的救災有所區隔 不過我們的救災裝備還是我覺得還是有欠缺的部分 因為我們大概都是重型車輛或者一些直升機等等的救援 可是其實當我們參與救災的時候很多的救援裝備 希望我們軍方自己也可以擁有比較完善的 那在這裡要特別提出來 我希望國防部可以提出一個相關的改善的法 因為在我們的採購上面我覺得有很大的問題 我們花了很多的錢 可是常常買到不是我們很合用的裝備 不管在軍種的使用上面或者救災裝備上面 舉例來說很多海軍在執勤的時候 他們在艦艇上面 常常萬一落海可能找不到人 那這樣子的一個救援它的定位 各方面其實可能都是很欠缺 因為掉下去就找不到了 那甚至有些我們在救援的時候在海底 其實這裡面全部都是黑暗的看不到任何的東西 可是你在海底游泳要去找人 其實那會有心理也會有恐懼感 現在有很多新型的裝備都可以改善 而且可以加強這樣的救援功能 或者我們在執勤上面的功能 我們希望國防部在這一部分也可以提出一個有效的辦法 買我們合用的 因為在有限的資源下面 我們希望買合用的 不是不要只在乎採購法 這部分副部長的看法 是 陳如委員所說 我幫你推想找到 你選擇 進來 知道 每個國民都沒有 找到 這種人 都沒有 是 出品 接下來 都沒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